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有关那个4回圈,这个第一个题目就是我如果要加总1到99的话,该怎么做 基本上的话呢,我们大概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是run出来的结果 OK,那首先的话呢,我们程式该如何撰写,那这个程式其实基本上只有四行,非常的少 但是你一个地方都不能打错,那到底每一行每一行都每一行的关键地方,所以我们逐一逐一来看 那到底呢,你写个4回圈里面有哪一些一定要注意的地方 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把上面这三行先delete掉好了 printed也许先放在这个地方,那首先第一个我们先讲4回圈,如果要加总的话 如果是有范围性的话,那你可以什么4,后面的话你可以加一个i i的这个变数,这个是一个变数,自己取的名称,你可以取别的名称都没关系 for i in, in range OK,这个range的话呢,基本上它就可以帮你产生一个range 顾名是什么,范围 那你可以跟他讲的就是说,你要产生的数字是从哪一个开始 从1开始,所以你打1 所以关乎里面的第一个参数呢,就是开始值 到点,我要到99,那特别之意啊,99的话记得啊,它后面那个数字是到哪一个数字停止 但是停止并不执行哦,所以如果你要到99的话,请你输出多少 100,它就是跑1到99,然后100停了,意思说到100停,但100停是,100是不会被执行的哦 OK,特别注意啊,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有点奇怪啦,不过你们慢慢要习惯,这是它的规则 那后面的话,请你加个冒号,表示这个程序的结束 OK,那跟那个if一样嘛,所以同学打if的时候 后面一定要加冒号,常常同学也漏掉这个冒号啦,OK 好,这样应该没问题吧,所以范围哦 那基本上这个range,它就帮你产生什么 其实它这个函数啊,主要就是帮你产生 一串串列,它就这样 1,2,3,这样它就自动帮你产生了 其实这个等同是什么,你自己点这样,1,2,3,4,5,6 当然你要一直点点点,点到99,可是没有那么无聊啦,自己打 所以如果你要产生一个连续的话,你用range就好了 它其实就等同是帮你产生一个串列啦 OK,串列有上一拜讲过嘛,中国阿虎嘛 里面你可以放一堆的数字,OK 所以这边的话大概说一下 好,接下来的话呢,记得在冒号后面按个enter 那你enter哦,如果你用eclipse,它会自动怎么样 换到下一阶 这个下一阶一定要哦,有同学就是故意把它back到前面去 特别是不行 它底下的程式一定要在下一阶才能被执行 你不能在同一阶哦,也就是说这个回去一定在它的下一阶执行 就跟那个我们if有没有,alif啊,一定要在,if执行一定也要在if的下一阶 那这个下一阶哦,这个一定是必要的哦 因为常常同学出现程式错误都是阶层错误 就是你没有多加一个tap OK,这个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另外呢,你gealibus它的好处就是说,它会自动enter,自动帮你产生 那有些编辑器不会哦,你enter,你还要自己再按一个tap OK,所以书上里面有介绍什么其他的编辑器,你们也可以知道 我是觉得这个编辑器的好处就是它很多地方会自动产生 程式有时候你打,它会自动带出来 那好处就相对的哦,你错误率也比较低啦 也不需要去背很多的指令,很多的函数,有没有,就自动出来了 好处是在这里 那考试的时候,它是用哪一种介绍? 其实它规定是用spider,spider,就是比这个还阳春的一个编辑器 spider,但是,因为之前那个,文化大学推广部 因为他们好像有就是跟,直接找他们的人来这边 直接到他们那边考试啦 所以,好像就是跟他们要求,直接用eeklypus的考试 他们好像也同意了,对啊,只是说,这个到时候考,如果你们单独个别去考的话 一定就是spider 会有个spider的编辑器 至于spider那个,你可以灌一个那个阿卡宏的,它也会自动帮你出现那个spider 那用起来其实大致上,我是觉得差异并不是那么大 就是一个编辑器啦,ok 好,那再来的话,接下来下一阶之后要做什么,所以在里面我要累加它 所以累加的话,需要一个变数 变数名称也许叫sum好了 sum等于什么呢? 特别是说,sum自己本身再加上i就可以了 这个变数的话,其实就是怎么样 把后面加完放到前面,那这个等号其实在这边应该叫赋予值吧 就是把后面加完之后的东西,赋予到前面去 那sum的话,特别注意哦 因为这个sum,我们最后要必须做什么?做print的动作 所以底下的话就把它print着 计算print,计算总和 算记得因为这边要转型,如果没有转型会出错嘛 特别是print你就不能放到里面了 如果你放到里面的话,它变成了 它每产生一个就print一个,每产生一个就print 如果你放外面是,它等到回圈全部跑完之后 再一次把它print出去 OK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地方很重要 同学也有问到的,就是这个sum有没有 目前呢,这个在里面计算的话 它初始值的时候呢,它是在哪里呢? 它是在里面,也就在for回圈的区域变数里面 那区域变数里面,你最后你要print的时候呢 它在外面,外面是痊愈的 所以会变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你这个sum在for回圈里面有出现了 可是等到你那个for回圈run完之后离开了 那个sum的变数还在,可是它是在for回圈里面 你就怎么样?无法存取 所以如果说假如你程式是写怎么样 写那个print这边 这样我们来run一下 计算结果,如果我把这个print放在这边 OK,print它 那你会发现最后的结果 sum type,它会出现什么? 第一个它会出现 这个typeL sum加i 给它一个初始词 因为我们在运算的时候是在内部,在地域变数 所以第一个呢,在第一行你必须要先怎么样? 先给它一个sum的一个初始词 等于有点像宣告 我就sum,而且是放在痊愈变数里面 痊愈的地方 那其他的话sum OK 各位可以看到,特别是这个一定要 如果没有加这一行的话 它就抓不到那些值了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如果你今天把print写在这边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它每跑一次 有没有,它就输出一次 每跑一次就输出一次 为什么?因为你在回圈里面 如果你在回圈 如果你只是想 最后等到已经计算完之后 才输出的话 记得哦,你这个地方就不能怎么样 不能把它print写在 那个for回圈里面 一定要记得把它放在for回圈的外面 那外面的话特别注意哦 里面加一个tape 外面的话呢就是不要加一个tape 然后这样的话呢 意思是说 我先把里面加完之后 那我最后再一次把它print出来 OK,然后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结果才是会正确的 OK 这边的话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那有一个地方很重要 就是说记得哦 这个地方主要 因为这个sum的变数是在破回圈里面执行 将来输出的话呢 是要在痊愈的地方 所以特别注意你这边一定要先宣告 如果你少这个的话 它会出现错误哦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哦 然后其他的话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 这个sum等于sum加i的写法 如果另外一种写法 如果另外一种写法 精简的写法 你可以写成sum加等于i 这样也可以 sum等于sum加i 你可以把它精简成sum加等于i 这种叙数方法也是OK的 不过两种都可以 也就是说哦 如果你假设不习惯用这种写法啦 我建议你还是写你写刚刚那个也OK 这个没有问题哦 只是说感觉精简的写法 写起来感觉就是层次少一点点 但是这种写法哦 你可以在Java里面 一样的写法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在VBA里面 比如我们上礼拜比较两者嘛 那如果你这个东西写在VBA是不行的 VBA只能写另外一种 就是刚刚讲这种sum等于sum加i 它不能写sum加等于i 它看不懂OK 所以如果你实在是记不起来啦 你就记这个也OK啦 反正只要程式没有写错的话 基本上都OK 试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如果要用4维圈 帮我加总1到99的话 该怎么做 试一下哦